花莲县文化局和家庭教育中心 共同办理的新住民亲子共学嘉年华会活动 希望透过新住民家庭亲子家乡的童谣比赛 引导亲住民父母走出家庭 进入学校来陪伴孩子 提升新移民的亲子教育功能 创造多元家庭新的生命力 共同营造和谐的温馨世家 来自印尼的一对母女 穿着亲子装申请对看 一起唱出来自家乡的童谣 满满的幸福氛围 这是新住民家庭亲子家乡童谣比赛 祝母爱很伟大 照亮全世界 照亮全世界 九九假期花莲县文化局与家庭教育中心 共同办理新住民亲子共学嘉年华活动 希望透过新住民家庭亲子家乡童谣比赛 引导新住民父母走出家庭 进入学校陪伴孩子 提升新移民亲职教育功能 创造多元家庭新的生命力 共同营造和谐温馨世家 除了新住民以及祖孙以外 也欢迎一般民众共襄盛举 期望提升偏远乡镇 社区长者生活素质 与隔代教养家庭祖孙情感 活化勒林黄金岁月并让大众明白 家家有长者人人皆会老 不仅让长者肯定尊重自己的同时 也让社会大众敬重长者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